女婉 女婉 这里交给我吧 女婉的家人也在住院 应该也需要人手帮忙 那我可就拜托你了 女婉 可你说了一个晚上了 我不是找女婉 不好意思啊 我哥他有点睡昏了 那就麻烦你照顾他 没关系 月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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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这里 不要离开我 我知道了 我会像依依一样勇敢 绝对不会再放开你的手 我的姐 我的姐 你怎么能让冷子枫上场呢 她现在还在轮椅上呢 只有子枫自己能够决定 是不是要上场 既然她已经决定了 我们也没有权利让她认输 放心吧 即使她不行的话 就都是让绍康轻松拿下一声 我会盯着她 不会让她再受伤的 闪电兄 怎么是你啊 你就是冷子枫 原来绍康就是你啊 没想到这么快 就有帮恩的机会了 现在 你看不出我现在有难吗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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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了 大人就是这了 怎么样 我肚子疼 我肚子疼 快走优势 快快 来来来 你昨天说我们学生是纸糊的 我看你们学生的健康状况 也不怎么样 真好啊 不如这样好了 第一比一怎么算平手 不封的高低 怎么能行呢 一定要分胜负的话呢 我就派邓儿好 等冷子枫商与 跟绍康再比一场 冷子枫的未来 当然应该由他自己来决定 好 那就延后比赛 多亏了我奥斯卡影帝起的演技 再加上这无辜的眼神 俏灵 是你啊 闪电兄 你可真会玩 之前见面你怎么不告诉我 你就是冷子枫 刚刚在见道上差点给我吓死 我告诉你啊 今天我都被你害惨了 我现在可是知道 什么叫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有苦说不出了 前一秒还称兄道弟的 怎么 现在就翻脸无情了 老康 咱们俩现在什么关系啊 我拜托你闪电兄 你就别再挖坑给我跳了 我怎么说也是 傲胜配剑队的队长 我跟你们振宇的关系 那就是太阳跟月亮 有你没我 小看你了 没想到你竟然装病 申请颜赛 君子不趁人之危吗 我也有 运动家的精神的 吴少 敢不敢跟我打个赌 如果下次我赢了 冷子枫 一起去看雷霆的比赛怎么样 没兴趣 等一下 考虑考虑吧 怎么说 我现在都是阵雨之友了 你说 是不是 我 怎么了 怎么了子枫 没事 就只能要 要下海过来 你们在这儿等一下 我去把车开过来 好 忍一下 没事没事